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上编辑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日子是2022年7月12日 这里有位新西兰的易德台长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早安安安 全日安 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把我们的频道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希望大家多点支持 鼓励一下我们 好了 今节就想和大家看看有个新的政策 就是香港政府说会在这个安心出行上 改为实名制 并且会放在这个叫红黄马机制 当这一则消息传出来后 很多人都有大量的疑问 究竟这件事在香港可不可行呢 事实上 会不会有些人 就无故被人红马呢 最近在内地河南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 就无端端就有红马 就搞到周围都去不了 好 将来香港会不会这样 就是这样说 特区政府给不给到信心 如果用上一届政府被人罵的程度 你就可以知道特区政府要给到信心 香港市民其实很难的 当然现在有些事情不同 现在有些政客就好像很支持特区政府 很像的 很像的 这个是很像的 因为是有些疑问 是 当然 这个红黄马的做法 其实对不对呢 方向其实没错 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 方向其实没错 但是安心出行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 其实就不一定是 因为特首李家超又出来说了 他说红黄马只是针对确诊和酒店检疫的人 好了 如果你只是针对确诊和酒店检疫的人 其实你就不需要真的用安心出行去限制他们的行踪 你是直接可以用另外一个系统去追踪他们的 因为情况就是这样的 之前酒店检疫的人要带手环的 是的 是不是 如果现在酒店检疫的人 一样用手环 以及确诊了的人 你就加个手环给他 那行不行 理论上是可以的 技术上是比较容易的 问题就是 为什么安心出行 你加个红黄马下去 难搞呢 就是大家其实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在香港现在 尤其是入商场 超市 那些是没有人 针这个安心出行的 而且是没有人理 那些人是否针的 就是我们的盲友就针 但是很疑虑的 给人的感觉是 可以说 我们的视频数越来越少 我们的订户数又开始有 退订的迹象 香港市民绝大部分 就是保守的估计 都是不会针安心出行 去进入商场和超级市场这些地方 很保守的估计 那执行方面是一定有问题的 如果你把 这个红黄马串进入 这个安心出行那里 因为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执法 对不对 你再在 一样你没有办法执法的东西上 再加码 就是加红黄马 实际上是没用的 你只要细心思考一下 就会知道的 好了 如果像李家超那样说 红黄马就是针对确诊和酒店检疫的人 那其实用手带或者用港康马 更方便 其实就更方便 现实就是 因为你如果要追踪 确诊的人和 酒店检疫的人 其实你叫他用安心出行 是真的没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安心出行要靠他自己 对不对 还有现在市面上 商场的那些 是不理会你 是否要担心的 还有公共交通工具 是不用担心出行的 这件事情我们说了很久了 如果你要扩大 就是安心出行的功能的话 那些人是要去到哪里 担心到哪里 但是安心出行一直都有一个漏洞 就是那些人不是去到哪里 担心到哪里 不是去到哪里担心到哪里 我都弄乱了 其实 很可笑 如果最初那个系统 那些人 是选择了不用的 你再在 别人选择了不用的系统上 第一 加个实名制 第二 再加码 有没有实际效用呢 还有大家要知道 就算你加个实名制也好 如果在街上走 然后再上去乘搭地铁 然后下车又在街上走 一个人他只是去买外卖 就不进店铺 或者他进了一个商场的时候 在门口是没有人看着他 安心出行的 那你怎样追踪他的行踪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说 你好像确诊了 我想看看你安心出行的记录 你去了哪里 明明出了街都可以变成没有出街 是不是 你想想 因为他下了街 下了街 然后他上公共交通 不用去乘搭 然后在第二里下街 然后进了商场 他选择不乘搭 是不是 打开安心出行 都没有去过 留在家 是不是 李家超还说了一句 如果有人想制造事端 市民就不应该相信 问题就是 有人想制造事端 市民不应该相信 但是 特区政府 拿出政策出来的时候 你都要给到一个逻辑性 让别人看到 这一件事是合理的 还有 你现在 在一个系统上 再加强那个系统的应用 是真的会有效 你才可以拿出来的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现在 有很多情况之下 你是不需要 安心出行 或者是没有人理的 你加了实名制 就没用了 你再加了一个黄蓝碼 就更加没用了 更加没用了 是不是 你那个确诊者 和酒店检疫者 你都追踪不了 如果你的黄蓝碼 是针对确诊者 和酒店检疫者 我可以很坦白说 你这条招就一定不行了 现实就是 因为如果你是真的要针对确诊的人 和酒店检疫的人 你要追踪他们 要带手带 或者放一个APP 是真的会追踪到人的APP 大家要记住 安心出行 本身是没有追踪功能的 现在有些人说 我要加追踪功能 我要加实名制 问题就是这样的 加追踪功能 实际上 你要用到的数据 就会多很多 还有 你追踪了人 是不是真的有助 精准防控呢? 不一定的 不要闭门做居 你真的要想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先 因为现在 他们拿出来的政策 是很有趣的 一方面 有数据 这些可以放宽 那些可以放宽 还有 在外国回来的人 不用熔断机制 那个风险很低 但是你的数据 是基于 BA.2去做的 但是现在 外国开始流行 已经是BA.4 BA.5 如果你流行BA.4 BA.5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变异株 传播力是更加强的 是更容易引起重症的 还有BA.4 BA.5 已经是可以证实了 那个免疫途日 是更加厉害的 现在你给人的感觉 其实是没有整套计划的 你一方面 其他的东西 全部放宽了 哎呦 我们很感谢你 我看到Facebook 很感谢你 奴冲某医生 我们是一帮香港 在外国的留学生来的 我们之前 就因为熔断机制 整天回不了来 很感谢你取消了 熔断机制 因为我们 那里回来的飞机 整天都被人熔断 现实就是 如果那里回来的飞机 经常被人熔断 即是 它的机器上 整天都有确诊者 不要紧 我们可以在酒店截倒他 我们可以在机场截倒他 现在盧冲某是这么说的 好了 我又想问一下 截倒就是截倒而已 但截不到呢 之前你们一帮人 整天都骂 特区政府外防输入做得差 那时候已经有熔断机制 其实你没有加强到外防输入的 当你没有加强外防输入的情况底下 那种病毒强了 那你用BA.2的数据 是制定现在的政策 一定有问题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整件事不是很合理的 整件事是 李家超要说明 如果有人想制造事端市民 不应该相信 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拿出来的政策 都是可以说服到人才行 说服到才行 我们当然会叫大家 去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但是看上来 真的有些不多妥 如果你想了红黄马 这一件事 踏入这个 已经很少人用的 安心出行那里 还要跟人说 只是针对确诊 和酒店检疫者 这件事是非常不适合的 如果一个确诊了的人 和一个要酒店检疫的人 其实他们应该 不应该出街 应该是隔离了 对不对 可能就在政府隔离设施隔离 也有可能是居家隔离 如果你在酒店检疫的人 其实连酒店房也不应该出街 现在我的理解就是 他们要手带的 那你再加多一个红黄马 给他们有什么作用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实际的作用 手带有人说 我会剪掉手带的 那情况就是 如果手带都可以剪掉 那你加个红黄马有什么用 你是不是要有其他的东西 就是要去追踪 譬如那些电子脚疗那些 举个例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你装个电子脚疗 譬如一拆掉 就会报警 对 或者会警报声音 对吧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要真正去追踪 确诊的人和酒店检疫的人 你一定要有方法管控那些人才可以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 香港每天多三千多个确诊者 那你有没有办法管控那三千多个确诊者 你再加个红黄马给他 如果你没有办法管控那三千多人的话 事实上你是假扮做事的 他不用你 那这个APP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APP是 还有 有一个东西 你说我实名制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好吧 如果他出街的时候 没错他是实名制的 但是电话留在家里 本来应该确诊的人 和酒店检疫的人 就不应该离开他旁边的地点 那他的手机不戴 不戴的 但总是这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他扶 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 为什么不戴手机 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 实名制又如何 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 你都不知道他离开了 是不是 还有安心出行本身没有追踪功能 是不是 那么你硬加个马进去 有什么实际作用 是没有实际作用的 如果你真的要 令到有红黄马的人 是寸步难行的话 第一件事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有办法去执行 譬如商场门口 一定会有人看着 有没有红黄马的 有红黄马不准进 但是现在商场 叫人夺安心出行 都没有放个人在里 李家超先生 没意思了 就算我拿着红黄马到处走 都没有人阻止到 没有人阻止到 对吧 是啊 而且他不用执行 你看到他没有办法执行 可以坐巴士 是啊 巴士也不用执行安心出行 是不是 地铁也不用 小巴也不用 是不是 所以 问题就是 本身安心出行 是有漏洞的 但是我们从来都说过 给大家听 安心出行的漏洞 不是什么实名制追踪功能 那些根本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譬如你坐巴士 理论上你应该要 要夺安心出行 其实巴士 地铁那些是高风险的地方 因为大量人群聚集 是啊 大量人群聚集 在一个狹小的地方里面 这些你不搞 现在你搞个红黄马出来 其实严格来说 是假扮做事 不是制造事端 我们一定要讲 你讲得出来的政策 要别人信服得到才行 是不是 如果你针对确诊 和酒店检疫的人 电子脚尿那些会比较好 我觉得 是不是 比较实用 真的追踪得到 是的 而且真的做到事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我好像当他们囚犯 不是 他们理论上 是不应该出间房子 以及理论上 是不应该离开他们的住宅 理论上 没错 所以脚尿那些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 要么就整个内地 整个Camp 在人家的门口 他一开门 就录下他 是不是 那行不行 不行 在香港不行 所以 你自己想想 现在加料 听那些企业说 加料的政策 实际上是不行 令我觉得 可行性 是不存在一样的 其实 还有李家超 他说的一件事 就是他会用黄马的数据 去将检疫的日数 减到最少 保持社会活动 和国际竞争力 好了 黄马的限制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 你如何发个黄马给人 你如何发个黄马给人 有黄马是否要立刻去核酸 那些细节是没有说的 现在只是说黄黄马 你这样没有办法令人信服的 我觉得是 如果你说现在的制度范围是狹窄的 红马呢 只是针对确诊人士 黄马呢 只是针对酒店集中隔离人士 如果在酒店集中隔离的话 他根本就不应该出来 是不是 你说不是 他之后居家隔离那几天 才是黄马 那黄马可以去哪里 不可以去哪里 你居家隔离 还可以去哪里 那就是 究竟你们想搞什么 你自己黄马也不能到处走 那要来做什么 理论上黄马也有传染性的 是不是 他没有确诊 有风险而已 没有确诊 有风险而已 没有确诊 你看红马是确诊的 那他本身也不应该到处去 那现在你的说法 为什么要弄红马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是确诊到处去 给了个红马他也会到处去的 有一样东西就是 问题就是 你都没有制度 找人去看那个马 是不是 如果你说要用红马和黄马 那你真的要请一大堆人去看 人家的马 要看着 是啊 但是 似乎也是 就算我拿着个红马 我不带手机到处去 那你又咬我吃 你不就追踪我 我都把手机放在家 我放在旁边拍 我都说了 就是这样 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你入食股 你买外卖是不用处的 在香港是 食股买外卖是 不用处安心出行的 他不会问你处不处的 如果你这样 行踪是这样的 你是红马的人 我不带手机 我就下街 去对面的商场 现在一定要安心出行 但是没有人监控 我又进了一个商场 那里 就是商场里面的一个烧纳店 买一个外卖的烧纳饭盒 只是这个过程 如果有一个确诊的人 他已经可以感染很多人 很多人 不像我走过去对面 走过去整个路径的地方 都有机会感染到其他人 如果再夸张一点 就是我下街 然后再搭地铁 或者再搭小巴 或者巴士 去到另一个目的地 再去另一家烧纳店 买外卖 然后再搭巴士 现在的政策 它是完全不用处安心出行的 你不要说是商场里面的 你街铁买外卖都不用处 对不对 根本没有行踪 你自己想一下 我红马不准上公共交通 那好了 如果你是真的红马不准上公共交通 你要查的 你要找人查的 你在港铁怎么查 这么多的闸口 全部都冻过人 就是了 所以你想这些政策出来 能不能走通 在现有的情况之下 只是几个情况 我们已经问了你 你都应该回答不了 我们说红色只是针对确诊 那好吧 如果只是针对确诊 那确诊上它不应该出街 但如果实际上出街 刚才我们说的情况 你已经追踪不了 已经是减少不了风险了 好了 你皇马那个 酒店集中隔离的人 其实在酒店集中隔离 你都不准出酒店房 而且是有镜头盯着的 那你加个皇马去 有什么意思 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实际作用 有开红 有开红 有黄的意思 究竟你们搞什么 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 可能还没想到 还没想到 还没想到 你都说出来做什么 我都说了 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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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还没说到 你不要到处放风 我的看法是 你会被骗到人 就是给了机会 那些人在那里 现在是 好像田北慎那些 就出来说 很有问题 陈凯恩那些 就出来说 入商场 没有人监测 那谁人都知道 入商场没有人监测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你这个政策 拿出来之前 是不是应该 连这些事情 都先考虑了 究竟 安心出行 有没有人看着去看 看着去嘟 老崇某 我怀疑他 太长时间在深圳 根本都不知道 香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是不用嘟 安心出行的 我很怀疑 他是不知道 这件事情 不如先解决这个问题 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用安心出行 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才解决这个 反而会更加实际 我个人认为 你还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都在用安心出行 你要给到个信心 就是政府公布讯息的时候 是准确的 那些确诊者的行踪 是会通知给大家的 我想问一下 现在每天三千多人 你是不是那三千多人的 确诊行踪 你都通知了全香港 有用安心出行的用家 现在已经不是的了 据我的了解已经是 所以你搞那么多动作 实际上什么都做不到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不明白的 有些事情是 当然 李家超说到 如果有人想制造事端 市民不应该相信 那我们都要再重新一次 我们不是想制造事端 而是想解决问题 制造事端的人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一直都是说要安心出行实名制 一直都要追踪功能的人 才是想制造事端的 因为在你现在的环境之下 你是做不到这两件事 不是有意志一定行的 有决心一定行的 不是这样的 说的人当然是很容易的 有决心一定行的 说就行 做那个 真的做下去就知道撞板了 不要说莫为言之不遇 节目时间到这里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